电影故事介绍 阿玛有着的一个 很多年以前 曾经一手捧红多位巨星的歌手经理人于美凤 婚后告别职场 选择在家相夫教子 现在美凤的儿子子轩即将到英国剑桥升学 美凤决定重出江湖 他去找以前的同事 表达希望重投职场的愿望 可惜未能如愿找到工作 后来美凤找到前下属Norman 并决定接受Norman邀请 在他开的乐文舞蹈音乐学院做管理工作 美凤早上开车送子轩去学校的时候 告诉儿子自己找到新工作 叮嘱儿子要开始学习自己照顾自己 刚工作几天 美凤就跟年轻同事熟悉起来 这天一个小胖堂和他的妈妈来乐文音乐学院报名 胖堂想学跳舞 可是他的妈妈认为胖堂太胖 学不了舞蹈 学音乐就好了 小胖堂不愿意 哭着拔腿就往外跑 哪知道撞上了来学院送外卖的方晴 方晴拿着外卖进来 被胖堂撞倒在地 后来方晴了解到胖堂想抱舞蹈班 就在胖堂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然后带胖堂进了舞蹈室 方晴交代了几句 就跟胖堂一起跳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嘻哈舞 小胖堂的妈妈看傻了眼 不再坚持让儿子学音乐 反而对工作人员说 既然他儿子跳得那么好 可以进更高一级的舞蹈班 美凤则会演石英雄 看到方晴跳舞 以他以前做歌手经理人的专业眼光 就知道方晴有潜力 有一天 美凤去了方晴工作的茶餐厅吃下午茶 了解到方晴爱唱歌 以前想做歌手 但是现在寄人篱下 碍于生活环境所迫 才在茶餐厅打工 美凤安排音乐学院的同事 和方晴一起去他家烧烤唱卡拉OK 期间儿子子轩回到家 看到方晴在他家厨房找刀 感觉很奇怪 二人初次见面 场景还挺尴尬的 方晴唱卡拉OK 美凤听到 及时让他以前合作过的唱片监制书文听 书文觉得方晴唱得不错 可以去录音室试音 试音进行得很顺利 唱片监制也认为方晴是可造之才 随即美凤跟方晴签约 并开始联系他以前的合作伙伴 对方晴进行综合培训 方晴白天还继续在茶餐厅工作 子轩身为导演 整个暑假都在学校排练音乐剧《未来》 最后演出还得了奖 可是他并没有告诉美凤 只告诉美凤他回学校参加入大学考试补习班 美凤与丈夫奴隶人婚姻出现问题 丈夫决定先搬出去住 美凤很无奈 一天美凤开车送子轩上学时 告诉他父母分居的事情 强调虽然父亲离家 但是他们母子会如常生活 一切照旧 方晴歌唱事业如日中天 有些喜欢他的歌迷 会特意来茶餐厅吃饭 并要求跟他合影 这天方晴父亲刑满出狱 方晴回家见到父亲很生气 他一直不能原谅父亲 九年前醉酒驾驶 害死在车上的方晴妈妈 和另外一位司机 方晴告诉美凤自己家里的情况 然后说出他的苦衷 表示自己不想做歌手了 因为不希望公众知道 他家里的情况 美凤同情方晴 并劝说他不要放弃理想 并开始想办法 全力帮助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 美凤和子轩 收拾好家里的一个房间 美凤让方晴来住 这样他可以安心发展歌唱事业 子轩对方晴来自己家住 并不满意 即使美凤做饭 并安排子轩和方晴一起吃饭 但是二人聊天时 话里有话 相处得不太愉快 方晴的歌越来越受欢迎 引起子轩周围朋友的注意 子轩经常听到朋友提起方晴 但是他并不觉得对方有什么了不起 韩国经理人注意到方晴 邀请方晴去韩国受训两年 方晴提出要求 希望美凤陪同他去 子轩的生日快到了 方晴邀请子轩和美凤 去一家高级餐厅吃牛排 可是美凤不时打电话安排工作 方晴到了以后 遇到很多粉丝要求签名合照 令子轩不悦 吃完饭以后离开餐厅时 又遇上更多粉丝及娱乐记者 美凤几经辛苦冲出重围 才能开车带方晴和子轩回去 没过多久 一本杂志的封面 刊登了美凤、子轩和方晴吃晚饭的照片 子轩从同学那里看到杂志 才忽然得知父母离婚 而且父亲在厦门的工厂已经倒闭 杂志的标题 竟然以单亲妈妈称呼美凤 子轩非常生气 拿着杂志回家 准备向美凤兴师问罪 美凤回到家 子轩问了一连串问题 怪责妈妈不告诉她家里的真实情况 所有负面的家事 都是看杂志的报道才得知的 美凤向子轩解释情况 表示不知如何启齿 母子二人长期缺乏沟通 子轩也没有告诉美凤 她排的音乐剧得奖 美凤是从子轩放到IG上的照片发现的 二人激烈争吵之时 方晴回到家 感觉家中气氛不对 立即回自己房间 美凤告诉子轩 她和子轩的父亲正在搞离婚 那位Auntie Sarah跟了子轩父亲几年了 而且现在还怀孕了 所以没有回旋余地了 子轩很生气 质问美凤 为什么武断地假设 子轩愿意跟妈妈生活 美凤听到这句话 觉得非常难过 有一天晚上 子轩去找她的父亲 并给父亲带去一些信 同时问父亲 为什么大人做错事情 不承认错误 还可以选择逃避 为什么大人教育孩子 有错要承认 要道歉 反而大人自己 却做不到 父亲跟他解释半天 最终 父亲向子轩道歉 方晴叫子轩出来 告诉子轩 虽然韩国经理人 同意她和美凤 一起去韩国 但是美凤后来得知 儿子子轩会留在香港念大学 因此拒绝方晴 选择留港陪伴儿子 方晴叫子轩 一定要来看演唱会 因为这个演唱会 有美凤的心血 美凤知道方晴 对她的父亲 有解不开的心结 就特意去拜访方晴父亲 方晴父亲 对自己以往的过错 表示忏悔 同时 她给美凤看九年间 在狱中给方晴写的信 可惜方晴一封也没有看过 这天 方晴在独自准备演唱会 助手拿来一个大箱子 告诉她 是美凤给她的 叫方晴 不要为了准备演唱会 太晚休息 方晴跳累了 打开箱子 发现里面 全部都是她父亲 在狱中给她写的信 方晴一封一封地看 慢慢地开始理解 并原谅她的父亲 方晴去韩国前 办的演唱会非常成功 歌迷在场内支持方晴 方晴很受感动 同时她知道 她父亲也在现场观看 终于对父亲说了一些话 演唱会后 方晴收拾行李 准备去韩国受训 子轩说 房间会给她留着 并等着她学成归来 美凤和子轩 把方晴送上七人车 方晴坐在车上 觉得人生非常奇妙 对未来充满希望 香港新进导演 彭秀慧 指导的喜剧 Amaio de Igo 带出了曾经是职场成功女性的 二度就业男话题 影片以描写现代母子情为主 带出面对家人要坦诚 要承认错误 要勇敢道歉 要原谅犯错的人 俗话说 解灵还须细灵人 演技派女星毛顺君 细腻勾画角色 不温不火 两位香港偶像男团 Mira成员 江涛、柳应亭 分别饰演 钱力巨星和经理人儿子 江涛的歌声贯串全篇 柳应亭 逆龄饰演18岁中学生 两位演员出灯大荧幕 表现不俗 观众都看到他们付出的努力 和演艺事业上的突飞猛进 剧本一定程度 反映香港社会的现状 对白贴近 年轻人 真实并容易引起共鸣 观众席上常常传出 开心的笑声 电影画面处理巧妙 剪辑恰到好处 几位配角的演艺 也非常精彩 绝对是一部 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 观看的片子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